细胞生物学 绝对拼不过生物背景出生的 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个实验室解散其实是好 因为根本就做不下去 但是在那个时候 这个面头是我现在想回去 我才意识到原来那个实验室不靠我 但在当时他给我的一个概念就是他非常独立自主 所以说这件事情告诉你什么呢 告诉你就是在大三的暑假我不知道什么是可以的 因为我对最基本的这样一条就是 化学背景出生的人做细胞生物学非常困难 这样一条东西我都看得清楚 但是anyway就是因为这个实验室解散 我在伤心了很久以后 然后我就去想 我到底是保益还在处理 我挣扎了非常非常久 然后跟各种人聊天 然后有告诉我要保益 有告诉我出国 然后各种声音把我反正就搞得头疼脑脑 然后不知道怎么回事 然后最后我就去跟我妈说 我说我妈说 我说这个我觉得保益很好 然后保益这个北大也不错对吧 然后北大各种环境也不错 反正在国内也不错 反正在世界歧视也不错 反正就各种不错 然后我觉得保益平好 然后出国你还要贵 对不对 然后要折腾一年 然后万一你挂我们慢点 然后我妈就骂我 她说你实际上在找个人说服自己 就是这句话给我影响了 就是当你在做一个抉择的时候 如果是你是在犹豫不决的时候 你去仔细想想 仔细想想就是你为什么会犹豫 你为什么迟迟做不了决定 是不是你只想有一个声音来说服你 然后为什么你去期待着 有一个声音来说服你呢 实际上是因为 你想把做错决定的这个责任 归绝到别人身上 你觉得有一个人说服我 那么好 我做错决定就不是我的责任 是别人的责任 所以说 我当我想明白这个问题的时候 那么我就想 为什么我需要你们来说服我 是因为我担心 是失败 那么想明白一个问题 那么就很好办 那么一下就选出过 因为我是想出过 只是我一直在犹豫 一直怕失败 怕失败以至于我想找一个人来说服 那么我找不到这个人 而且我意识到我是在找这样的人 那么就不需要再做无用功 就决定出过这个孩子 这是我学到的第一个教训 第二个教训就是 就是所谓的have fake 这个词可以翻译成障言法 这个是我非常同意的一个观点 就是说一个have fake 是一个人接受教育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图境 或者你可以管它叫indirect learning 比方说这个 我们都如果你是一个家长 你可能会愿意把你的孩子送去学足球 但是这个孩子他在学足球的过程中 他学会是什么呢 他可能 没说他学会怎么样射门 怎么样带球 怎么样传球 怎么样看这个教练的手势 去摆在自己的位置 但是他学到了更重要的东西 不是通过 derived learning 而是通过indirect learning 学到的东西是合作 团队精神 然后胜利的喜悦 学到的是这些东西 所以说 我觉得这个在我反思我以前 就是06年夏天以前的这些经历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have fake 我学到了什么东西呢 我在这换了三个实验室的 这些屡受打击的过程中 我学到了学技术和观察 学技术就是我们特别深入的学生 进实验室第一步要学 你要学学体质力 要学这个反正各种DNA操作 但是你在学这个过程中 你要去观察 特别是当代理的研究生 是一个有心做科研的人的时候 你要去看 他到底是怎么做科研 你会观察一下 你会发现 一个做科研的人 他天天脑子里就想是他的课题 他跟实验室的所有人聊天 然后他会一边聊天的时候 他就会情不自禁地把这个话题 往他在做题目上转 然后他脑子里 竟然在琢磨这个事情 以至于他喜欢不断地跟别人去说 然后他会去不断地看周围的文献 然后这个就叫做 就是当你还不能自己做一个题目的时候 你先去观察别人是怎么做science 然后这个给我的教育是非常深刻的 特别是在癌症化学实验室 他们的确做不过生物的学生 但是他们是最自主的一帮人 所以他们懂得去怎么样把握自己的题目 他们做不做得出来 这边关系的学生 但是他们懂得去怎么做 然后呢 他给我 我通过观察他们 然后我学到了怎么样做science 或者说我至少大概地学到了一个最基础的一个轮廓 就是学science 你要学会查文献 然后你要学会去不断地follow 然后第二个hatfake是独立思考 我刚刚也说 就是说我在不断地转实验室的这个过程中 然后实际上是不断地去做选择 就是说当我觉得这个环境uncomfortable的时候 我会去想办法跳出这个环境 比方说我学话学学日本 我就转身 在一个实验室 无论什么是被踢出来还是怎么样 我会想着去再去经营一个实验室 然后这样子的经历 实际上我反思回来 它是一个independent thinking的一个过程 它告诉我 make a decision是一个随机的过程 但是你去learn how to decide 或者说你去主动地去decide 就是你去raise a decision 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是你去 叫怎么说一下讲一讲 你去这个去做选择和你最初最初做出了什么选择 前一个是你能发挥自己的这个主动的那个那个 independent thinking的过程 而后一个你做出什么选择实际上很大选择都是随机的 所以这个给我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然后最后在这个 06年夏天发生第三件事情就是 就是这个我去 因为我这个被赶出来对吧 被赶出来以后就去找这个各种人聊天 然后我先找我的一个同学叫一帆 然后他那个 这个我去跟他说 我说我要去我要做核能细胞 然后你告诉我该做啥 然后他就说你去做 那你去做系统程序不行 然后我说好啊那是哪里能做系统程序不行 他就说这个 你去找王毕丁 就是我现在老师 他最近拿了一个 拿了一个UCSD的合作项目 然后准备做系统程序 然后我说好 然后就 就这样子去联系上我现在老师 所以说这个其实杨一帆同学 他不仅在这个 后面还有很多关于杨一帆的故事 我不打算讲 因为实际上他我整一个这个 我在微生部实验室 做的这个CRP治疗控的这样一个题目 实际上是他指出来的 而且就是 实际上如果我个人宁愿感觉是什么呢 就是他是我同学 但是这个是我老板 然后他是小老板 就这种感觉 然后所以我还是 然后杨一帆线也报告 杨一帆线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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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也希望借大家掌声感 给杨一帆线也报告 谢谢主教 他是我第一个生物学老师 然后在 这个大四的时候 我进了微生物实验室 进微生物实验室很爽 就是他 因为我是 之前给王毕丁发信息 就是在杨一帆线也报告 我给王毕丁发一封信 我说我要记你先生 然后发啦啦啦啦写了一大堆 然后 以至于什么 以至于你们现在去Google搜 王毕丁 估计第一条还是第二条 就是我们那封信 因为我放到space上 好 好